大家好我是法国寿司格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生鱼的拼盘 我们先拿一个萝卜取皮 我们先做一个萝卜丝出来 现在我们取断 我们就取少量的 现在拿出我们的一个鸡鸡 你们很多人看到的萝卜丝都是这样子取出来的 这是一台非常古老的一台鸡鸡 我们现在放入都可以取出来了 现在我们这个萝卜丝取出来之后 我们需要放入冰水里面浸泡一会儿 放这一边桌面整理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我们首先拿出一个盘子 我们简单的给盘子装饰一下 沙拉菜 垫在下面 然后取出我们的一个萝卜丝 需要把它随后立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切生鱼片 我们首先先切少尾鱼的 少尾鱼背部分 收一刀 和它的纹路实际性交叉 简单的切个鱼片 内脚背脊外脚上开 摆入旁中 继继续放上我们的一个萝卜丝 金鱼 同样点 摆入旁多 鱼 鱿鱼 再放入少量的一个萝卜丝 金花鱼 金花鱼 现在最后面一层 我们再用三文鱼固定一下 这样的话 一份刺身拼盘已经做好 我们简单的在上面给它装饰一下 自身拼盘组合已经完成 作品每天更新 喜欢的老铁双递关注 感谢 帮他